他领书又洗版了吗 来看是蔡英文24号在领书发文 结果发什么文 看出一张描绘着他跟很多猫猫狗狗 簇拥耶诞树 这样的一个图片 你看就是这一张 小猫小狗都在旁边了 上面写着天气冷咯 大家要记得保暖 这几个大字 但是呢这个文章写掉 是平安夜 天气还是很冷 不管是出门 亲友团聚 还是待在家里提醒大家 要做好保暖 注意身体健康 祝大家平平安安 家节愉快 好不过 只此同时 正值义务意延长一年拍板的时候 这个文章涌入超过2.5万人 按下赞啊 笑啊 怒啊 哭啊 各种表情的符号 有大批网友是怒问 战争边缘 兵役延长 请问人民要如何 平平安安 好平平安安 你嘴上喊说个四个字 就可以真的平安吗 你的所作所为 有真的让台湾人民真正的平安吗 还有网友留言说 你要出来接受媒体 访问了耶 好棒棒哦 会不会要看稿啊 好兵役要延长一年吗 不够哦 真的要打仗 兵役至少要三年哦 好 看起来 大家对于这个目前台湾被推向个兵凶站围的边缘 其实都是非常愤怒 觉得平安的感觉被剥夺 那其实来看的是呢 这回如果这两件事情没有检讨的话 执政党 在野党 好来看是执政党的这个民进党2024要再败一次 在野党即将要整个呢 逆势翻盘了嘛 现在沈富雄也献策 将会惊天动地 先来看看的是呢 这个沈富雄沈大佬就说 民进党必须大破大力了啦 好你不能再这样子呢 一直无所作为下去 好来他就献个侧 看看蔡总统是否吞得下去 副总统是否扛得起 应该要闭门思过 好他说蔡英文 除了重大国安议题之外 你就扫干政了啦 主动类搏脚化啦 那他认为呢 其实来看的是 赖清德应该要辞去副总统 向总统请因 愿主战斗内阁 用全新的面貌 力拼V型的反转 这是呢沈大佬 他的一个宪策 那我们就要来跟这个 我们的袁直哥 一起来讨论了 的确 好2024这回 这个总统大选 也将起而定 我们台湾在一个 非常关键的 十字路口的一个未来 那现在我们的政府 是不是一直无所作为呢 沈大佬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有望有说不赞同 一个烂到底的民进党 换一个赖清德 就全面改观吗 只有铁杆绿的才会信了 所以呢看起来有人认为 即使这样也不见得能够救得到民进党 要跟袁直哥来讨论 你怎么看 救得了吗 我也觉得沈大佬 好像太看得起赖清德 因为2018年那时候 民进党大败啊 就是内政搞得很差 那内政 那当时的行政院长 就是赖清德 比如说上一次的九合一全局 赖清德就是因为败选 所以这一次民进党败选又换了一个赖清德 我觉得逻辑很奇怪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哦 最近台湾人最关注的事情就是台南为什么变成高潭市啊 连选一个议长啊又出现会声会影啊 有没有会选的问题啊 然后甚至于国民党的议员呢 被压到乡型车上 这两个事情是我 很匪夷所思的哦 因为我们 新北市议会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选议长啊 就没有说 我们国民党的议员忽然间投到民进党的去了 更何况那个 其中有一个还是 国民党提名的副议长的候选人 居然投给民进党的议长 到底是 什么样的利益啊 我们不知道了哈 检调听说已经在查了 然后要用压缘的方式来决定 这个然后又88枪 然后又杀警案 又有什么 马国大女大生的命案 就是听起来就觉得 台南怎么变这样 台南以前 基本上那时候台湾的那个 县市要升格的时候 台南为什么可以升格 因为旁边已经 下面有高雄嘛 当初讲的理由就是 台南是我们的文化古都啊 要给他一定的地位 那结果文化古都 怎么曾几何时 已经变成一个高潭市 那谁在那边执政过 不就是赖清德吗 六年 他至少当了六年多 后来落跑嘛 后来落跑去当行政院长 那所以这样子一个没有执政能力的人啊 他跑去做行政院长 就会正收起毙哦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啊 而且我平常心想问他一个问题啊 大家对于赖清德到底有什么印象 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好像也没有啊 真的好像也没有啊 他就是自称赖神嘛 每次每次这个看 就是在路上如果遇到有人 昏倒啊 或干嘛 他就发挥他医生的本领啊 跑去治病了 就这样了 然后那个 那一些照片呢 都会流传出来 都很巧啦 反正只要他在路上遇到人家怎么样 然后他去都会流传 跟吴怡农一样的哦 都跟照片都会流出来啦 那莫名其妙他就变赖神了 那他到底有他有什么能力 我真的看不出来啊 作秀能力蛮厉害的啦 那没有用 那还有我觉得民进党 2024跟2020最大差别就是 台湾人民真的对于 抗中保台这四个字很反感 2020年的那一年 蔡英文用那台妹吗 操作反中情节有成功啦 所以票很高 可是这一次他在操作看看啊 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一题 台湾人民会想啊 我为什么搞到最后 对台湾一点好处都没有 台湾人民 年轻人还要多当兵 然后我们钱要付的比较多 然后两岸关系变那么紧张 你不是一直喊抗中吗 为什么抗了四年 越来越紧张的 没有变比较好啊 我觉得大家会想啊 还有刚刚讲 俄乌战争之后啦 台湾人民对于战争的感觉 或者是对于 对于台美关系 或者是两岸关系也不一样了 台湾人在俄乌战争之后 大概有百分之四十几的人认为 两岸如果有战争 美国不会出兵帮台湾 只会提供武器的 这个和2020年所做的调查很不一样 当时2020年做的调查 台湾人民是认为美国会出兵的 那既然这样子 台湾人自己要上战场 而且战场在台湾 那我为什么非要一战不可 那如果不要战争 就不要投民进党 所以呢 民进党是内政做不好 也没有检讨 那内政做不好 没有检讨情况之下 然后呢抗中保台牌又失效 所以我觉得2024是在怎么限 沈不雄在怎么限册啊 我觉得也没用 我认为沈大佬只是在酸赖清德 只是在酸赖清德 那赖清德讲说 民进党的败选原因有三个嘛 黑金 然后 还有论文 再加上没有回应的 那我 你说什么 罵林智甸论文吗 那江冲淹 昨天论文也被判抄袭 你有出来骂他吗 那黑金的问题 你们处理皇城国了吗 台湾的黑金你处理了吗 还有你做了什么回应民众的事 所以他嘴巴讲 其实只是切割 可是实际上毫无作为 那这种人你要选他有用吗 没有用 好 非常感谢 袁智哥的精辟的分析 感谢你宝贵时间 提供着独家的观点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谢谢您 拜拜 拜拜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 好